约伯记第九章 约伯回答 我真知道是这样 但人在神面前 怎能成为义呢 若愿意与他争辩 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 他心里有智慧 且大有能力 谁向神刚应而得亨通呢 他发怒 把山翻倒挪移 山并不知觉 他是地震动 离奇本位 地的柱子就摇汗 他吩咐日头不出来 就不出来 又封闭重心 他独自铺张苍天 步行在海浪之上 他造北斗 参行 毛星 并南方的秘宫 他行大事 不可测度 行骑士 不可生数 他从我旁边经过 我却不看见 他在我面前行走 我倒不知觉 他夺去 谁能阻挡 谁敢问他 你做什么 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 扶住拉哈勃地 屈身在他椅下 即使这样 我怎敢回答他 怎敢选择言语 与他辩论呢 我虽有意 也不回答他 只要向那审判 我的恳求 我若呼吁 他应允我 我仍不信 他真听我的声音 他用暴风折断我 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 我就是喘一口气 他都不容 到时我满心苦恼 若论力量 他真有能力 若论审判 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 我虽有意 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 我虽完全 我口必嫌我为弯曲 我本完全不顾自己 我厌恶我的性命 善恶无分 都是一样 所以我说 完全人和恶人 他都灭绝 若忽然遭杀害之祸 他必细笑无辜的人 遇难 世界交在恶人手中 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 若不是他 是谁呢 我的日子 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 急速过去不见福乐 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 如急落抓食的鹰 我若说 我要忘记我的爱情 除去我的愁容 心中畅宽 我因愁苦而惧疤 直到你必不以我为无辜 我必被你定为有罪 我何必突然劳苦了 我若用血水洗身 用剑捷进我的手 你还要扔我在坑里 我的衣服都憎恶我 他本不像我是人 使我可以回答他 有时我们可以同听审判 我们中间没有听诵的人 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 任他把账离开我 不使金黄威吓我 我就说话 也不惧怕他 现在 我却不是那样 约伯纪第十章 我厌烦我的性命 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爱情 因心里苦恼 我要说话 对神说 不要定我有罪 要指示我 你为何与我争辩 你手所造的 你又欺压又藐视 却光照恶人的计谋 这是你以为美吗 你的眼其实肉眼 你查看 起向人查看吗 你的日子 起向人的日子 你的年岁 起向人的年岁 就追问我的罪孽 寻查我的罪过吧 其实 你知道我没有罪恶 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 你的手创造我 造就我的四肢白体 你还要毁灭我 求你纪念 制造我如团泥一般 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 你不是到处我来好相待 使我您皆如同奶饼吗 你以皮和肉围衣给我穿上 用骨玉筋把我全体联络 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 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 然而 你待我的这些事 早已藏在你心里 我知道你久有此意 我若犯罪 你就查看我 并不赦免我的罪孽 我若行恶便有了祸 我若为义 也不敢抬头 正是满心羞愧 眼见我的苦情 我若昂首自得 你就追捕我如狮子 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 你崇利见证攻击我 向我加增恼怒 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 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 不如我当时弃绝无人得见我 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 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 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 求你挺受宽容我 叫我在网而不返之陷 就是往黑暗和死印之地以先 可以烧得畅宽 那地甚是幽暗 是死印混沌之地 那里的光 好像幽暗 约伯记第十一章 纳玛人索法回答 这许多的言语 岂不该回答吗 多嘴多舌的人 岂可称为义吗 你夸大的话 岂能使人不作声吗 你细笑的时候 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 你说 我的道理纯全 我在你眼前洁净 唯愿神说话 愿祂开口攻击你 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 祂有诸般的智识 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 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 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 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 祂的智慧高于天 你还能做什么 甚于阴间 你还能知道什么 其量比地长比海宽 祂若经过将人拘禁 招人受审 谁能阻挡祂呢 祂本知道虚妄的人 人的罪孽 祂虽不留意 还是无所不见 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 人生在世 好像野驴的驱子 你若将心安正 又向主举手 你手里若有罪孽 就当远远地除掉 也不容非意 住在你帐篷之中 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 你也必坚固 无所惧怕 你必忘记你的苦楚 就是想起 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 你在世的日子 要比正午更明 虽有黑暗 虽有黑暗仍向早晨 你因有指望 就必稳固 也必四为巡察 坦然安息 你躺卧 无人惊吓 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 但恶人的眼目 必要失明 他们无路可逃 他们的指望就是弃绝 约伯记第十二章 约伯回答 你们真是死明啊 你们死亡 智慧也就灭没了 但我也有聪明 与你们一样 并非不及你们 你们所说的 谁不知道呢 我这求告神 蒙他应允的人 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 公义完全人 竟受了人的讥笑 安逸的人 心里藐视灾祸 这灾祸 常常等待滑脚的人 强盗的帐篷兴旺 惹神的人稳固 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 你且问走兽 走兽必指教你 又问空中的飞鸟 飞鸟必告诉你 或与地说话 地必指教你 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 看这一切 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 做成的呢 凡活物的生命 和人类的气息 都在他手中 耳朵 耳朵岂不试验言语 正如上堂尝食物吗 年老的有智慧 瘦高的有知识 在神有智慧和能力 他有谋略和知识 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 他捆住人便不得开始 他把水流住 水便枯干 他再发出水来 水就翻地 在他有能力和智慧 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 都是属他 他把谋事搏一掳去 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 他放松君王的绑 又用带子困他们的腰 他把祭司搏一掳去 又使有能的人清败 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 又夺去老人的聪明 他是君王蒙羞被褥 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 他将深奥的事 从黑暗中彰现 使死印显为光明 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 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 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聪明夺去 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 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 又使他们东到西外 像醉酒的人一样 约伯纪第十三章 这一切我眼都见过 我耳朵听过而且明白 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 并非不及你们 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 我愿与神理论 你们是编造谎言的 都是无用的医生 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 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 请你们听我的辩论 留心听我口中的分诉 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 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 你们要为神寻情吗 要为他争论吗 他查出你们来 这岂是好吗 人欺哄人 你们也要照样欺哄他吗 你们若暗中寻情 他必要责备你们 他的尊荣 岂不叫你们惧怕吗 他的惊吓 岂不临到你们吗 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真言 是卢灰的真言 你们以为可靠的尖累 是淤泥的尖累 你们不要作声 任凭我吧 让我说话 无论如何我都承当 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 将我的命放在手中 他必杀我 我虽无指望 然而我在他面前 还要辨明我所行的 这要成为我的拯救 因为不虔诚的人 不得到他面前 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 使我所辩论的 入你们的耳中 我已沉明我的案 知道自己有意 有谁与我争论 我就情愿 坚默不言 弃绝而亡 唯有两件 不要向我施行 我就不躲开你的面 就是把你的手缩回 远离我身 又不使你的金黄 威吓我 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 或是让我说话 你回答我 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 求你叫我知道 我的过犯与罪迁 你为何掩面 拿我当仇敌呢 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 要追赶枯干的碎街吗 你按罪状 刑罚我 又使我担当 又年的罪孽 也把我的脚上了木钩 并窥查我一切的道路 为我的脚掌划定界限 我已经像灭绝的烂物 像冲铸的衣裳 启示录第三章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 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按明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你要警醒 兼顾那剩下将要衰违的 因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要回想 你是怎样领受 怎样听见的 又要遵守 并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临到 你也绝不能知道 然而在撒迪 你还有几名是未曾误会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策上涂抹 我必不从生命策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众使者面前 认他的名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你要写信 给非拉铁飞教会的使者 那圣洁 真实 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啊 我在你面前 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那撒旦一会的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谎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 在你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 我是已经爱你了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 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 免去你的试炼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得圣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 做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城的名 这城就是从天上 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 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心名 都写在他上面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 那为阿们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 为元首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 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 把你吐出去 你说 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 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链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 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 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但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作 就如我得了圣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作一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诗篇 第75篇 雅萨的诗歌 教语灵掌 调用修药毁坏 神啊 我们称谢你 我们称谢你 因为你的名相尽 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 我到了锁定的日期 必按正职施行审判 地和旗上的居民都消化了 我曾立了地的柱子 我对狂傲人说 不要行事狂傲 对凶恶人说 不要举脚 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 不要挺着锦项说话 因为高举非从东 非从西 也非从南而来 唯有神断定 他是这人降碑 是那人升高 耶和华手里有碑 其中的酒起墨 碑内满了掺杂的酒 他倒出来 地上的恶人 必都喝这酒的渣子 而且喝尽 但我要宣扬 直到永远 我要歌颂雅各的神 恶人一切的脚 我要砍断 唯有一人的脚 必备高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